你們是瘋狂 你們是瘋狂 我就是你 氣刀爆粗口 金獎影帝勞伯迪尼洛 大街上直接開嗆川普支持者 一隻狗 當川普在2016年 就像一個笑話 長年來積極參與政治 力反川普 奧斯卡金獎影帝勞伯迪尼洛 成為拜登連任路上的 重要推手 日前還現身配音 民主黨超犀利競選廣告 從夜晚的推特 老伯迪尼洛更痛批 川普若當選 將變成獨裁者 他甚至這麼說 聽到老爸被罵 川普兒子急忙護航 回嗆當川普的人才無恥 比起兒子怒法衝關 川普本人倒是勞生在在 儘管官司纏身 仍有閒情意志 看納斯卡賽車 28號封口廢案 截變成磁 雖然民調顯示 川普在大多數搖擺州 都領先拜登 但川普若被定罪 搖擺州百分之五十三的選民 恐怕不會投給他 犯院判決將成為 美選關鍵轉列點 小禮新聞 六卻魚報導